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这里就是队伍的尾端 但是距离施打电已经绵延数百公尺 不是变民嘛 这是扰民嘛 我们都是六十八岁以上的老人家 五点十七分搭公车 来到这边五点半 再演一次我会受不了 有没有带水 真的等太久 有富人跌坐在地 疑似因为血糖过低 工作人员上前关心 改坐轮椅被推进去休息 疫苗扩大接种乱成一团 但好在到了下午 加开了BNT疫苗 反而不塞车了 人潮一波接着一波 但立刻就消化完毕 似乎终于照对方法 但现在是打疫苗 出现新的死亡个案 10月13号新增三件疫苗接种后死亡案例 其中打完AZ身亡的24岁男性 生前仅有尿酸些许偏高 没有其他的慢性病 是目前通报以来最年轻个案 在9月11号打完AZ后 晚上发烧 13号退烧 没想到在29号上午11点左右 家人发现他躺过在床上 没有回应 立刻通知救护车 但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10月5号经过法医解剖 指挥中心将会持续关注结果 是否与疫苗相关 仍需研判 暂时的聆听询阅小组 看到